我們遊樂這一些前面所學的東西 接下來我們就有辦法來解 關於極速求和它的應用問題的題目 第一題 如右下圖,它是一個三層的積木堆 最上層,它是三層一塊的積木 那每往下一層 長邊就增加兩個,也就是從三個變成五個 寬邊就增加一個,所以本來寬邊是一個 現在就變成兩個,所以它變成五乘以二的積木 那第三層,它就變成七乘以三的積木 那如果按照這樣的方式堆了十層 那它的積木堆需要多少的積木 好,那這裡,同學,你觀察一下 第一個,第二個,第三個,你有沒有觀察到它有一個規律 好,它寬邊是不是分別為一、二、三 長邊為三、五、七 三、五、七是不是一個等差 一、二、三也是一個等差 所以呢 按照這個這樣的寫下去呢 那我們就知道 它的寬邊呢 我們就把它寫到前面比較方便看 那所以一、二、三到第N項就是N 那長邊呢是三、五、七 那第一個是三 那我們要怎麼表示它 所以呢 N等於多少的時候它會等於三 所以我們可以把它看成2N加1 所以N等於1的時候是2乘以1加1就是3 N等於2的時候是2乘以2加1等於5 所以當我們把它找出來之後 那接下來它要我們算前十個 也就是十乘它需要的積木 所以呢 我們就可以把它寫成Sigma K乘以2K加1 K從1到10 那所以呢 接下來我們可以把這個一般項 把它乘開來 拆開來 那這個2K平方的2 我們可以把它提到前面去 所以 K平方的公式是什麼 你現在應該背起來了吧 K平方的公式就是 6分之N乘以N加1乘以2N加1 那K呢 K應該同學都會啦 K就是2分之1加K乘以K 所以呢 我們把K等於10代進去 所以6分之N乘以N加1乘以2N加1 N等於10代進去 然後呢 K是2分之N乘以N加1呢 N等於10 把它代進去 所以 這時候 我們把它計算 約分 可以約的把它約掉 約分完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得到 它總共需要825個 所以 這種應用問題 我們第一個 要能夠看出 它的一般項是什麼 它是不是一個極數 它可不可以寫成Sigma 那如果它可以寫成Sigma 那我們就利用Sigma的 運算性值 還有 求和的公式 就可以解出 題目 所要的答案 我們再來看一題 有一個賣橘子的攤販 它為了 那個橘子看起來好看 它就堆成了三角度 然後擺在攤位上 它擺的方式是這樣子 最上面這一層擺一個 第二層擺三個 第三層擺六個 依此類推下去 那如果它現在要擺七層 那麼請問一下 第一個它 最下層 第七層要幾個 然後總共要幾個 所以呢 我們來觀察一下 1加2 一直加到最後一個 第七層嘛 就1加2加3 一直加到最後一個 加到7 所以這是一個 簡單的等差 極數求和 所以就1加7 乘以7 除以2 所以最下一層要28個 那這是一個 一般的等差極數 或等比極數嗎 不是 所以呢 我們呢 來看一下 這個 每一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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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不是剛好 是一個 一般向 為 什麼東西 為一個 等差 極數求和的東西 也就是我們 K 連續 K個 整數的和 也就是2分之 K乘以K 加1 對不對 所以第K層 有這樣子的 所以呢 我要算到第七層 所以 這七層 總共會有幾個 我們就可以寫成 Sigma的2分之 1加K乘以K K從1到7 所以當K等於1的時候 帶進去 一個 K等於2的時候 帶進去 三個 K等於3的時候 帶進去 六個 那接下來 我們就可以利用 我們的Sigma的 運算性值 還有我們的 核的公式 來求出 這一題 所以呢 我們繼續 把它盛開來 把2分之1 提到前面去 然後把它 拆開來 運算 然後把它 帶進去 我們的公式裡面 然後呢 可以約分的 把它約分完之後 所以 我們就 得到了 這 一個 三角堆的 橘子堆呢 總共 我們需要84個 所以 我們必須 在解應用問題的時候 要能夠去觀察 它 有什麼規律 那我們該如何寫它的一般項 一般項寫出來 那利用Sigma 我們就可以算很快 當然如果以這種七成來講 你要凸法 大链鋼 慢慢算 還是算得出來 可是當作數字 大了之後 我們還是要有 方法來算 要不然 以你的計算 應該很容易 會 初心錯 OK 所以同學 你多練習 相信一定可以學好的 好嗎 好嗎 谢谢大家